青莱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黑白蓝三个庙 这个是蓝庙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去那个黑庙了 这个蓝庙还是看上去还是比较小的 两个雕像非常的红稳 非常的壮观 对 非常的壮观 你拿手试 我还有试 猫样的就是温泉 不是温泉 这个它就是它的主店了 蓝庙的主店 很简单 很小 后面还有点小房子 有点蓝色的 镜里面咱们处于尊敬来说 咱们就不拍了 咱们就不拍了 其实有很多人在带 然后现花 怎么也现花 进去是什么 不能戴墨镜还是什么 不能戴墨镜 不能戴帽子 不能穿短裙 要衣着整齐 来的时候注意一下就行 这边上也是一个拍照打卡的好地方 这个蓝庙非常的小 有个十几二十分钟就能逛完了 然后我想买一个蝶豆瓣冰淇淋还没开门 太早的可能 如果来的早的话 大家就可能买不到 然后我们下一站就要去 下一站去拜线 然后做一下 经过一下传说中 没有一个人不吐的那个七百多个弯 七百二十个弯 半分钟就一个大弯 走走走走 我们去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拜线的七百二十个弯灯 可以吐个蛋 还帅上 还给你帅上 帅一帅 哦 这样的 冰淇淋坐在那个大桶里面 这个盛一下 坐 沾上 谢谢 谢谢 高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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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你一个人吃 我看 你不能自个玩吃啊 现在已经行程已经有一多半了 据说是到拜线这七百多个弯 现在我感觉有个五百个 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应该过五百 这减持减持 现在还没吐 对吧 对 现在还是到成熟中的 你的吐啊不行了它没有 可能是用的太过鼻痛了 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也好用 再加上早上起来倒点水很少 这还舒服很多 这一路上其实并不是光图图的山啊 周围有很多 小景点啊 目测的有小庙啊 景点啊或者住家啊 或是一些小贩广 但是都不太方便停下来去看一下 所以感觉这个全城也不是那么单调的 咱们现在来的这个地儿叫二转桥啊 这是拜仙的一个主要景点的东西 特别小 特别小 这个桥它也没有一个介绍 哪怕是英文的 英文介绍在那头了 就比较历史的介绍嘛 对 有泰文和英文版的 但是下边已经看不清了 下边已经都破了 妈呀 一会儿我从这上 我可上去了 太可怕了 下边可能有灯 晚上可能好看的 是吧 嗯 晚上开灯可能好看的 就随便照一个像完事了 走 快点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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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